苗栗县国中教育会考表现亮眼 5A人数比去年大幅提升了20% 创下历年最佳成绩 县政府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由县长中宗景亲自表扬148位优秀同学 总计共颁发了137万8千元的奖励金 期盼借此激励更多学子奋发向上成就自己 鼓励苗栗县内国中生以及各校在国中会考的努力 县政府办理国中会考成绩激励方案 今年共计20所学校148位学生达到奖励标准 不仅有三位学生荣登榜首 5A人数更是创下历年全线的最佳成绩 县内有三位同学拿到了我们5A 10加6级分这样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成绩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在辅务方面也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西湖国中的全校的孩子是没有5C的 这一件事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展现了我们各校 不论是在整个模拟考的一个方向 跟我们月考以及我们教学的一个方向 其实都慢慢的切合了我们108的一个课纲 学子优异表现展现教育处各项强化学习竞争力的成效 包括不定期举行教师成长团研习 推动学历检测等 县长中东景更感谢学校与家长 用心付出与栽培 让学生得以发挥实力不断进步 留在苗栗有留在苗栗的好处 但是如果将来你们想要从事公墓 我倒是非常欢迎我们苗栗的子弟贡献给苗栗 如果你们的成功是在企业 是在各方面 当然现场在这边就要祝福你们 建在你们学好的基础 你们在起跑点上已经赢了别人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努力 相信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但是不管是任何的学习 一定要好好地跟爸爸妈妈好好讨论 县长中东景一亿颁奖给学生 共计发出137万8千元的奖励金 后续也将针对拔尖辅入优秀学校 颁发传体奖励金 打造优质学习风气与环境 打造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